9月10号A股有利好 利养大利好 明天A股是不是艳阳高照各股扑上 A股收红呢 这里要大胆预判一下 明天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明天 明天周一A股要收阳线了 为什么这样讲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享 最重点的一定要验证一下 对还是不对 利好是盘后传来的 我感觉现在的股市比以前好一点 就是它在开盘之前给你发个利好 大家知道要效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美国就是喜欢这样 我在开盘几分钟给你发个利好 一下子亢奋了 我们A股也是 你看 这个是晚上七点半才发出的利好 说明了 周末在加班加点 周末在为股市 活跃资本市场 再加班加点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监管银新规 差异化调节最低资本要求 很多人看这个一脸懵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他要求总资产100亿以上 2000以下的保险公司 总资产在500亿以下和5000亿以下的保险公司 按照最低资本 按照95%计算 偿付能力 总资产在100亿以下的保险公司 按照90%计算 偿付能力 充足率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翻译一下 大家知道买保险的钱 其实不是保险公司的 比如说你测钱 是1万块一年 你交给保险公司 就是保险公司的吗 不是的 这个随时要可能赔付你的 这些钱它都属于负债 比如说这些总共负债是500个亿 那么保险公司 随时就要准备500个亿 就这500亿就铁打的 不能动 什么都不能买 连国债都不能买 连国债都不能投资 更别说股效了 我现在给你加杠杆 以前你要是负债500亿 你必须的 必留500亿放在这里 什么都不准干 但是我现在按照90%的偿付能力 那你只要留450亿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那50亿 可以去投资买股票 可以去买国债 也可以去买房地产都行 这其实严格意义上 是让保险公司释放出一部分资金 给保险公司相当于架了个杠杆 当然了 他买的话肯定是鼓励你买股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 选择支持资本市场 大力好来了 投资互生300 只受成分股 风险因子下调 权益资产配置 空间将释放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叫做偿付 偿付能力充足率 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了 那么下降过之后 你的钱干嘛去呢 买一股啊 买一股的互生300 互生300成分值 只要你买的是 互生300的成分值 指标股 那么你的风险因子呢 将从0.35 调整到0.3 投资客套满上市的普通股票 风险因子呢 从0.45调整到0.4 对于这个投资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 那么风险因子 从0.6调整到0.5 全分值表示 优化新规将应一步 释放增量资金 释放保险 权利资产配置空间 那么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如你买的互生300 反正可以大 没关系的 你可以多买一点了 大家知道 在我们每个人 开户的时候 都要做一个风险评估 那你要假如说 就综合起来 它不是说哪道题 它是所有道题 加起来就综合起来 那么像活险资金 它是规模比较大的 它也要考虑筹购组合 那么投资组合 假如说 你的这个投资组合 每一个都有风险 或者大部分都有风险 那么就不能够增加 大幅大的本金 那现在 你的风险因子都在下降了 多买一点 没关系 多买一点 没关系 还有第三个 跟这个保险有关系 叫什么 保险资金投资 将加大力度投资 科技创新 看到没有 加大力度 主要是投资一些 它主要是要投资一些 科技创新的一些公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这里我们展开一点讲 保险公司 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进入A股的 以前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进A股 那是因为A股长期自己不争气 它自己又不涨 不涨 那人家也不愿意买A股 当然那保险公司不买A股 它已经干嘛去了呢 保险公司以前就买房地产去了 大家知道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是最喜欢买房地产的 投了很多很多跟房地产有关的项目 包括大家知道 什么我们很多国家的信托 每年你去 就是房地产公司去融资 基本上是八个点到十个点 那恒大是震狠的 恒大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恒大 它出事过之后 但是房地产公司是 就是银行股没跌多少 因为在恒大的两万多 大概是两年二万亿的负债里面 银行只欠了三千万 银行欠的只欠了三千万 其他的钱的比较多的 什么信托呀 还有这个商票 就是商票就是上下游嘛 上下游 对吧 你给我干工程 我给你这个 还点还一点 或者给你给你几套房子 这些产生了这个负债 那么 那么这个 恒大它就是个案例 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 就把钱借给这个房地产公司 因为房地产公司 它的这个融资啊 它的利息是非常高的 八到十个点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说在前些年中国房地产 突飞猛定的时候 银行分了一杯羹 信托分了一杯羹 保险公司也去分一杯羹了 所以说以前呢 人家房子只要涨就没关系 又不担心这个保险收不回来 所以说以前的保险公司啊 基本上都去买房地产的一些基金了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房地产 给他们融资去了 就是你看现在房地产不行过之后 你看我现在鼓励你保险进来了吧 你以前投房地产也不能投了 我正当时啊 你要是害怕的话 人家说了你可以投护身300嘛 投护身300 这个安全性做高 然后或者就是你投一些科技公司嘛 你看讲的多好 所以说这呢 也算是个利好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能够带来多大的增量资金 我这里给你算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国债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国债呢 是26万亿 我们的国债是26万亿 然后我们的保险的总规模呢 大概在30万亿左右 30万亿左右 美国的保险呢 基本上有30%是投入到了股市当中 比如说你有30万亿 那么可能就有9万亿都可以投到股市 我们A股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现在保险资金在我们A股的投入呢 大概只占它总显示的10%左右 10上上下下 也就是说现在保险资金 在我们A股所有的加起来 可能也就是啊 3万亿左右 所以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30万亿 你要是像美国一样 那有20%的空间 还能投6万亿进来呢 我能投6万亿进来呢 那6万亿要是进来的话呢 不是A股要涨到5000点去 不过我们觉得呢 这个保险呀 你看刚才指着这个风险 这个给它杠矮呢 基本上就是 大概是5个点到10个点 你刚才看到没有 大概就是5个点到10个点 对吧 它的这个偿付能力 充足力从100%下降到90% 下降到95% 30万亿你算一下吧 30万亿呢 10%就是3万亿 95%呢就是1.5万亿 也就是说大概呢 大概左右 就是按照 就是假如说 我给你这个空间给你了 至于他买不买 是另外一回事 这次保险 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大概就是在释放 1.5万亿左右的资金 至于说这1.5万亿 你买不买 就那是你的事情了 就跟这个 比如说银行一样 对吧 给你这么多额度了 比如说你这个额度有50万 你用不用是两回事 但是我先把额度给你了 我给你额度了 我还更加速 你可以选护生山买 也可以选科技股 大概释放的资金呢 就是1.5万亿左右 左左右右 也算是给A股 算是个利好吧 我们A股呢 最关键的还是减持的问题 就是增加场外资金 它只是一方面 最关键是减持APO 你看 在股市稍微好了一丢丢的情况下 看到没有 APO呢 在9月8号 9月8号下午的18点56分 审核的是9过9 所谓9过9什么意思 就是发生了9家 然后又通过了9家 就说明这个APO呢 也确确实实呢 这个在开始在变快了 在变快了 那么在变快的同时呢 有一个叫投行业务大检查 所谓的投行业务大检查呢 连开出13档法弹 其中华西证券和西部证券 6家证券的被点名 现在呢 有一种说法叫做 APO造副产业链 什么叫APO造副产业链呢 首先 不是要上市吗 经过A轮 B轮 C轮 一起 融了好几轮 融了好几轮呢 找个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 找个券商 再保健一下 保健下过之后呢 这个券商呢 赚一笔 然后呢 等到一年之后 就是 因为发现这个新股啊 他往往都是要等待一段时间涨的 而为什么要等待一时间呢 主要是等那个大股东能够解禁了 解禁了之后 他不早怎么办呢 或者是上热点没得到怎么办 不怕 到时候找几个油资合谋一下 到时候 对吧 这个黄老爷 大家知道 让子弹飞一回 对吧 黄老爷跟这个县长合谋一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到时候 对吧 分一下 对吧 让子弹飞就有这个剧情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就是往往 你不用担心啊 你不用担心 这个APO上来的这些公司 到时候没有办法减持 他就算自己没有热点 他会找几个油资硬唱 硬凑 然后把这个自己给凑到热点面前 所以说呢 这个是属于标准的 APO造富产业链 当然最后肯定苦的 苦的就是股民了 苦的就是股民了 我这里要延伸讲一下 其实我们A股这么多年以来 它有点什么呢 有点截贫即富的感觉 就是穷的越穷 富的越富 你看啊 你看啊 在前一年上市的这个六个核桃 你看这个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的公司的负债是44个亿 但是呢 他要拿49个亿去买理财 营销费用是研发费用的22倍 六个核桃大家知道 就是那个广告语嘛 就是吃六个核桃 就是吃脑补脑 对吧 尤其是学生 吃脑补脑 这个核桃大家还算是还好喝吧 所以六个核桃呢 他拿49亿去 就是他本身那就不缺钱 还上市融的钱都是股民买单 所以说这个A股呢 就算是保险的吧 保险刚才有一个1.5万左右吧 1.5万亿左右的增量 但是呢 这个减持真的是猛于狐野 APO啊 然后减持啊 所以说以前呢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炒股亏钱了 但是这些钱可能都是辛辛苦苦赚的 上班好不容易省吃减用 不舍得买衣服 不舍得旅游 不舍得多生个娃 然后最后大股东一减持 啪啪啪 全都拿走了 全都拿走了 结果就变成了 穷的越穷 富的越富 以前是特别重视融之端 他不关注投资端 就是你散户亏钱挣钱 人家不管 知道吧 假如说散户多挣钱 大家不上班了 就有点拖 拖虚项 拖实相须的感觉 所以说这就是 以前对股市的定位 就是散户 他本来就不想要散户都挣钱 因为你都挣钱了 不上班了 就拖 拖实相须了 但是呢 最近就这个风向啊 有点转变 就是要注重投资端 然后呢 这个大股东呢 你可以少赚点 但是股民要赚点 为什么 因为现在老美 现在属于在角力过程中 其实就是我们 你会发现老美呢 就是除了说到股市以外 我们都是头头疾开的 啊 我们都是对吧 华夏儿女 但是当老美说 哎呀 我们A股就是个骗局 哎 我们股民反而没反应了 你要说老美说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 拿拿的不行 第二天必须搞出来 啊 说我们的这个 什么什么做的不好 我们就说你老美做的 还不如我们呢 你说我们这个基建不好 我们说你老美的基建 比我们还差的 我们能够反驳他 但是老美说 哎 我们股市是个骗局 好了 股民都失声了 啊 一亿多的股民 话都不说了 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让股民挣到钱 这是在头部之端 或者消费的一种 就是这个风格呢 它有一点点转向 而这个转向呢 就是包括日本 这个日本也转向了 我们周末看到这个 关于这个融券的吧 融券 你看这个本周啊 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 日本年金啊 年金基金宣布 基于借出股票 有备于长期投资者的责任 停止所有融券业务 而这也是法国土耳其 韩国监管发生过之后 全球资本市场 对于做空投资者的 又一次又一次尽忠 大家知道我们前期 不是不能随便减持吗 但是做空投资者 他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券借出去 借出去 然后做个高抛低息 也可以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日本的年金 日本年金基金 然后呢 借出股票看到没有 借出股票 有备于长期投资者的责任 所以说他停止了 日本停止了所有的融券业务 看到没有 日本啊 是所有的融券都不让你融了 看到没有 日本啊 所有的融券都不让你融了 停止看到没有 停止所有 停止所有的融券 这也是法国土耳其 韩国监管发生过之后 全球资本上 对于做空机构的又一次警钟 你看人家今年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能走这么高 那还是有原因的 对吧 日本股市这两天 稍微跌了一点点 跌了两天 马上怎么就说了 停止所有的融券 你做空不能赚到钱了 那你只能做多呀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前两天 这个减持新规过之后 很多人去融券了 融券反正做个差价 开心的一塌糊涂 对吧 但是你看日本还是比较牛的 对吧 就是说股市呢 还是需要呵护的 对吧 股市肯定还是需要呵护的 那么这个呢 代表人物呢 今天就是指南针 控股股东提出 终止转融通证券出贴业务 看到没有 连指南针啊 当然指南针 它就属于相当于券商类型的 它肯定是希望股市走好 这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这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所以说还是值得给他点个赞的 给他点个赞的 指南针啊 指南针这个 还是给他点个赞 第一个提出来的 对于我们A股来讲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是 股民只要有呼声 好像就就就 对吧 这个上面就就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说从 应该说从今年开始 大家更加注重的就是 股民能不能够炒股挣钱 股民要让股 股民这个 投资端挣到钱 一个是融资端 融资端 一个是投资端 以前股民是 没有放在重点的 因为你要超过东西钱 说你是 拖石向须 但今年有一个明显的 转向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它就跟那个 击中南海一样 几十年积累的弊病 它不是一下子 能够处理得干净了 但是利好不断地在上升 这 这A股走强的 应该也是 也是这个 也是很快到来的 然后呢 港股最近呢 9月7号的时候啊 有超七扁值的股票 是零成交的 近千这个股成交 不足一万港元 其实这个也说明什么 也说明我们A股这个 就是在这个股市方面 确实还是有很多 东西要向老美学习的 人家这个 你看港股现在也 也比较凋零 有七百个零成交 就没有成交 还有一千个 连一万港元都没有 你说你股东想减持 你往哪里减持 我都卖都卖不出去 就一万块一天成交 一万港元 你往哪里减 你这怎么减去的吧 成交额在五万港元以下的 个股达到了这个 一千两百五十八支 占比百分之四十八 就是 就是这个香港的股市啊 是 香港的股市 比如有三千支 或者就是十支股票里面 有五支 成交就不达 就一天就不到五万港元 你想一想 这都没办法形容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有些好的经验 还是可以学一学的 你看日本股市 听着所有融券 不能做空了 对吧 你看 我估计过两天涨了 对吧 像老美有些 还是可以学习一下 对吧 还是可以学习一下 然后最后呢 周一为什么觉得 这个A股收红呢 是 大概率呢 你看 在前一日呢 这个保证金比例下调了 这个保证金比例下调了 有四千亿的保证金比例呢 这个主要就是周一 周一开始政治实行 所以周一呢 有这个四千亿的增量在呢 对于我们A股呢 肯定是有巨大帮助的 周一肯定是有巨大帮助的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观众 对于我们A肯定是有巨大帮助的 对于我们A肯定是有巨大帮助的